鲁州区仁爱广场的公厕 目前正在施工 除了在原本只有男女厕所之外 新增了一间无障碍的友善空间 厕所外观也会彩绘上阿伯勒的图案 预计在月底可以完成启用 提到鲁州区的人爱广场 很多人就会想到美丽的阿伯勒步道 现在广场内的公厕正在进行施工 未来外观将彩绘上阿伯勒的图案 让公厕更有特色 我们仁爱广场 最近罗粤区公厕经济课 有给我们整个非常漂亮的 五星级的一个厕所 打造一个阿伯勒风的一个公厕 里面有一个无障碍空间的厕所 我们有很多理论的长辈 我们有些中博士大 因为行动不方便 来到公厕要上厕所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公厕 我们把市政府庆祝经费 要来改造一个这个整个公厕 而过去公厕只有规划男厕和女厕 因为考量到有许多的长者 会来广场活动 所以未来还会在中间增设 无障碍的友善空间 方便长者或是亲子使用 不但外观他有阿伯勒风的一个外观以外 他整个里面的一个设计 有人性的 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我们提供这些老若妇孺 包括我们这些来到公园运动 休闲的这些 我们的乡亲 都有一个真好 这个 上厕所的一个非常干净 又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我们有这些好的环境 也希望大家就要认识 我们来这个公厕 我们来上厕所 不但一种的 我们的这个输求以外 而且我们也要修议 我们也要保护它 希望大家认识 我们这个 很不简单 可以成立这个经育 打造一个阿伯勒风的一个公厕 公厕目前正在加紧赶工当中 预计最快在11月底完工启用 期待未来全新的公厕 可以更彰显仁爱广场的特色 也更符合男女老少的使用需求 记者方坚凯琳锦鱼 卢州采访报导